我居然在家窗户上目睹了杀人现场 一个身穿雨衣的人左手高高举起刀 披向倒在地上的人 凶手刚杀完人 刀还没有从尸体上拔出来 他就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宽大的冒烟下露出了一抹圣人的微笑 我哆哆嗦嗦地拉上窗帘 试图拉开两个人的距离感 眼前的视线一下被遮挡住 脑子这时缓慢地转了过来 报警 我得报警 我差点要哭了出来 双腿发卵蹲在地上 手几乎都拿不稳手机 慌忙地拨打了110 求命 杀人了 我脑子一片混乱 不知道要说什么 女士 别害怕 您的地址是哪儿 警察安慰我说 麻吉公寓 一号楼二单元 804 警察的声音让我安心一些 顺利爆出了家庭住址 我又继续说 我在窗口看见对面有个人杀人了 对面应该是四单元一栋六楼 而且他看见我了 他会不会继续杀了我 我说着说着 心跳得越来越厉害 我知道我现在很恐惧 对死亡充满了深深的恐惧 好了女士 我们马上就赶来 请你把家里面的门窗锁好 保护好自身安全 也请保持我们能顺利通话 我机械地连连答应 我亮亮呛呛地锁好了门窗 然后躲进了卧室的衣柜里 我还把灯给关了 装作家里面没有人 眼下周围一片黑暗 不过却让我安心了不少 我不停地看着时间 安静的空间里 只能听到钟表时针转动的声音 短短几分钟就像一个事迹那么漫长 突然间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女士 你在吗 我是警察 有人在大喊道 警察 太好了 我挣扎着从大衣柜里爬出来 揉了揉发麻的大腿 走到门口 我正打算开门时 敲门声再一次响起 你好女士 把门打开一下 我是警察 只不过这个声音 好像是敲了隔壁的门 我瞬间就意识到 这个警察是假的 我心里一根弦被紧紧绷着 意识到那个杀人犯是来找我的 一想到这里 我忍不住的全身开始抖动 原来我这么怕死 等了一会听见没有声音了 我扶着门一点点靠近猫眼 猛的 一颗的眼球被无限放大 我看见你了 杀人犯突然开口 我死死咬住嘴唇 不让自己叫出来 他不紧不慢地扣着房门 女士 请问你在家吗 我是警察 是你报警的吗 最后一个字 他尾音无限延长进入了我的耳里 好像是故意说给我听的 我开始不由地全身发麻 紧张的气息向我涌来 我该怎么办 指针的转动声 为什么指针的转动声这么大声 为什么我眼前漆黑的地方出现了一丝光亮 好刺眼 耳朵里响起声音 小姐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眼前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 突然手上的酸痛感袭来 发现我的左手被靠在床上 你是谁 为什么靠着我 这里是哪儿 我下意识地想要挣脱 别乱动 白大褂的身后有人在说话 这个声音好耳熟 好像是那个杀人犯的声音 我害怕地朝那个方向望去 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缓缓走来 女士 你昨天晚上报警说目睹有人杀人 经过警方的核实发现 真正的杀人凶手就是你 我是杀人凶手 绝不可能 我在窗前清晰地看到那个人的行凶全过程 他还是个左撇子 你看到的只是窗子上自己的倒影 你用右手拿刀 将对方砍死了 旁边的医生解释着 我激动地大声辩解 昨天的一幕我看得真真切切 发生在我身上的细节 我也记得清清楚楚 我怎么可能变成杀人犯 警方经过核实发现 你患有精神分裂症 作案期间处于发病期 一瞬间 我大脑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 你看到的只是窗子上自己的倒影 你用右手拿刀 将对方砍死了 昨晚他们按我说的出了警 发现对面我说的楼层 根本没有发生凶杀案 随后警察又来到了我的家 可是我却拒绝配合警察 一番胶着后 他们只能强行入门 而我也在这时头疼欲裂晕了过去 被害人也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 早已经咽了气 胸器上只有我的指纹 地板上也全是我的血脚印 还搜索到了我杀人时所穿的衣服 怎么可能是这样 我几乎抓狂 那我杀了谁 这是我最不愿意面对的事情 是你老公 医生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脸 我再次崩溃 脑子里一团乱麻 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 现场散落着很多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 我猜测 应该是你老公想让你吃药 引起了你的反感 无法想象他当时该有多绝望 他最爱的女人将他推向了地狱